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合掌 先把心定下来 为了自己跟第一代祖先以及所有近虚空骗法界的众生 来念诵这个经文 然后再看123页第一诵第四句 光明无量照时方 日月火珠皆逆耀 这个念逆耀是古汉文 意思是说 佛的光明骗照时方 远太阳月亮 所有火珠放出来的光芒都隐蔽了 隐藏起来 这叫接腻药 请合掌 南无连连之海外 佛菩萨那 摩连至海外 佛菩萨那 摩连至海外 佛菩萨 如来 未妙色断 焰一切世界 无有灯光明无量朝时 芳日月或主见你 有时尊难愿意 应深有情歌 黑泪皆有难现意 妙色神普世中 深随泪皆愿 我得佛清净 深发音 普及无别 皆宣扬皆定静 静静门通大神神 为妙法智慧光大神入海 静静觉晨 老朝过无边而去 满苏道无地久迹 难无名探尘皆用无或尽过往 三美利益 如过去无量 佛为彼君神 大道师难求一切 千身老病四中苦 闹长心不施济济 仁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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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活 老佛为独有七 灵得独一独智 这世家灵供养恒 杀身不如兼忧 求真觉愿党安住三末 地恒方光明朝夷 且甘得光大 请进去殊胜庄业 武当轮轮回 主去众生泪 长云自信 把友情渡进 无边枯庄 善我心决定坚固 立为佛善知难者 这种是善知诸 故中诸是缘永不 对我见朝 识之彼之无杀 道思愿不满 诸是不成等 却抚慰大师 诸不及诸旧 枯林彼竹 群身长也无忧闹 终善根辰旧无敌国 我若沉沉 决黎明无了 受众生闻此好聚来我朝 诵如佛经测三妙香喜悦 满意大悲情的主去 平立与生争年尽回修法 请愿我智慧 光不着世华 好处三沟 明明几中的南西色三妒 古月初凡 盼开彼之为烟火的光明 神彼色诸道道 取门为中开发 赞光是功德 保如佛无海之所信自明 请尚做点人时的为善 誓法师之后光独处 愿彼之为善 宿黎明无了 千满惜所愿 一切皆成佛思 若各国大千英高 终许共诸天生当于真名 华南无大坑菩萨 沙南无大坑菩萨 南无大坑菩萨 沙南无阿弥陀佛耶度大解度 淘秀 沙南无阿弥陀佛耶度大欠度 淘秀 沙南无阿弥陀佛耶度大解度 淘秀 沙南无阿弥陀佛耶度大碱度 以利低得塞UI淡忽便挂莲 以利低得比较烂 那 representations明星 那触度将理所做 南无阿弥陀佛 以利低它的一zz 以利低或谛低 alte言挂给较 以利低得打烂 很多千米 妳姐姐 哪 值得家庭 撒 婆 可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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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念得很好 很庄严 表示平常在敬明佛学会 参加拜唱和共修 平常训练有素 不错 请合掌 不用关灯 因为等我们要看讲义 跟我一起念三春本师圣号及开经济 一起念 南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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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畅圣僧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 各位法师 各位联友 大家晚安 好 现在我们请看今天的主题 请翻开讲义 一百七十四页 今天开始正式介绍第四简的经文 请看一百七十四页 一百七十四页 一百七十四页 这一个开始讲 几次 万里求法 广度众生不退之怨心 昨天介绍过这个科判 我重复提醒各位 三个问题 第一 你找老师或是上师的动机是什么 motivation 第二个 你找他 到底要学什么 学什么呢 学神通吗 学感应吗 还是呢 学四马路观音庙 或像在台湾 也有行天宫跟龙三世 人家收金的时候呢 就拿个香这样 啾啾啾啾啾 哄哄哄哄 啪啪啪啪 然后你学这个吗 你要想 你要跟上师学什么 第三个 你跟上师到学法 最后你希望得到的目的是什么 请写下来 动机 内涵 以及目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是大神庄严保王经 第四卷 要讲的整个核心 我再讲一遍 你第一个 跟上师的动机是什么 第二个 你跟上师 所要学的教法的内容是什么 第三个 你跟着上师学习 很多人都碰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当时你最后的目的是什么 是继续轮回呢 还是你真正想得到解脱呢 尤其学到金刚圣的时候 你必须要有大乘佛法的基础 你没有懂大乘佛法基础 我跟你说 上师再怎么加持啊 你是不可能成佛的 因为成佛是要靠自己努力 伟大的米勒日巴 纵使遇到了很好的马尔巴大医师 最后他还是要靠自己苦行 而成就无上认等正觉 所以我再讲一遍 你的动机 你学法的内容 以及你最后的目的是什么 这是非常重要的 请你把这六个字 六个字 就三句话 把它放在心里 这样的话 你来看经文 你才会了解 大卫观音菩萨 到时候 这个又神变 这里又度众生 然后呢 他万里求法 他遇到老师真跟假 他也会考验他自己 好 那在这里 请看幻灯片 万里求法 广度众生之 不退怨心 先把不退怨心画起来 昨天给各位看尼泊尔短片 最后有两句话 同共发心 第二个 永不退心 不退心啊 在家出家都很难 因为我们人 修行的路上 一定会碰到困难 会起起伏伏 所以你要不退 先要有个大悲愿力 好 请看 下面 这个各位都并不陌生 在新加坡佛亚寺 这次也会介绍 日本跟韩国 东密的六臂如意伦观音 六个手臂里面 有一个手是空性的 然后其他他六个手呢 都有拿很多 莲花 法轮 魔尼宝 满一切众生的愿望 这是藏传佛教的 四臂观音 Om Ma Ni Ben Me Ho 为什么称为万昼之王 因为他心中 有一个魔尼宝 观世音菩萨的右手边 他的右手边 我们看到图片是左手 拿着水晶念珠 代表你的心要清净不染 观世音菩萨的左手边 我们看到的图像是右手边 拿着乌巴拉花 乌巴拉花代表六度菩萨 波罗蜜的因果同时 这张四臂观音是非常非常庄严的 我念六字大明咒 就是观想这张 这是西藏的拉玛 他栽见沐浴 闭关而画出来的 我现在要说的就是说 很多人都会念六字大明咒 也会嘴巴念 可是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第一个 你的菩提心的心量广大不一样 这是我现在要讲的 愿心不退的第一个先铁条件 你的心量要广大一点 我常常观察到一些佛教徒 有些人学佛很虔诚 很精进 非常的慈悲 今天也会介绍到 他乃至于对于猫啊 跟狗啊 对于人呢 他都很慈悲 有些学佛啊 他慈悲只是挂在嘴巴上而已 所以心写下来 信愿行 三个都很重要 而且信愿行要有力量 意思说 show me the power of the action 我们很多人学佛慈悲 我观察到了 有一半以上是很好 可是有一半啊 只是呢 嘴巴上讲慈悲 嘴巴讲慈悲 可是在真正跟众生互动的时候 他并不慈悲 这个表里不如一 这样不太好 你真正慈悲的力量呢 他要从内心里去产生 举一个例子 各位都很喜欢拜 大悲惨 那么大悲观世音 愿我素知一切法 对不对 可是你不学佛法 你只是嘴巴拜 你念了而已 那么大悲观世音 愿我素度一切重 在佛教团体呢 连有坐在你旁边呢 你还嫌他身上很臭啊 你选这个老菩萨很唠叨啊 你都没有慈悲心 真正去关怀别人 在商业经社 我每个礼拜也六 我带大家拜大悲惨 所以大悲惨不是只有拜而已 拜是一个开始 师父没有否定 拜大悲惨功德力非常大 我也念大悲神咒 可是我现在要讲什么 信愿行 三个都很重要 要加起来产生力量 请看幻灯片 菩提心会产生力量 举一个例子 我现在表演给你看 对不起 今天呢 昨天比较赶一点 今天呢 师父讲慢一点 因为我有很多故事要说 经文我也会讲 这是古汉文 我希望用生活方式 讲的比较让你能够体会 不然呢 这个经文 其实你也自己读得懂 好 专心听 比如我坐在这里告诉你 我表演给你看 我发愿 我发愿 我要去法国巴黎 我去了没有 回答我 我去了没有 我人坐这里 他在一阵 我发愿 我发愿 我要去伦敦 去了没有 所以注意听 光发愿 是不会往生净土的 哇 那你一定吓一跳 师父 光发愿不会 要信愿行 三支粮 都具足 才会往生净土 往生极乐净土 叫你发愿 只是一个好的开始 就像我们每一次讲座 师父也带着你点灯 祈愿文 愿此灯供 闲结千佛 三千大千世界众生 那只是启动你的心量 一个好的开始 我们讲 good beginning 好 再表演一次 我发愿 我发愿 我要去法国巴黎 我去了没有 没有 那怎么去啊 第一个 先存钱 第二个 你要跟老板谈 或跟家人谈 你有没有假期 第三个 可能要到Chinatown 或是Travel Agency 开始 booking the seat 你要看 你有没有搬机 第四 等到你确定了 你pay the money 刷卡完了以后 出发那天 早上不可以睡过头 比如说早上 你八点的搬机 对不对 那你可能六点 就要到机场 你五点就要起来 你可能要请家人 或朋友 帮你叫计程车 还不能有 Trafical券 万一呢 开车崩起来呢 特质轮胎爆胎了 飞机是不等人的 然后呢 接下来 你可能呢 for security reason 你要check the all detail 对不对 现在去美国呢 听说check in 都要三个小时 对不对 什么皮带啊 鞋子全部拉出来 几乎呢 nearly naked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生活在 恐怖的世界里 每一个人都把你当成是什么 terrorist 恐怖分子 对呀 我有一次啊 也是这样啊 出关的时候 他检查 他说师傅 你袈裟可以脱下来吗 我说可以 没关系 他长衫呢 再脱没关系 短挂了 我不行 我说带桌的话 就I'm very sexy No Less the pieces No more please 可见啊 我们人啊 都不会相信别人 How can I trust you 就是这样 好 等到你 注意听 要飞往法国巴黎 全部登机完了以后 对不对 然后呢 全部check in boating的时候 要take off的飞机开始飞 从新加坡 大概飞往欧洲 至少14个小时到16个小时 好 当你起飞的时候 请问 你开始去了法国巴黎了没有 恭喜你 方向正确了 到了没有 还没 那你为什么会心安呢 因为全部都是confirm了嘛 当然你也会碰到气流 对不对 然后呢 还要吃饱睡 睡饱吃 对不对 吃了两三餐 然后呢 经过呢 地球的另外一半 飞到了法国巴黎 不管是晚上班机 或早上班机 到了呢 finally到了法国比赛 就拍一张很exhausted的 耶 对 我终于到 这时候才叫做到了法国巴黎 我讲这是什么 求生极乐净土 也是如此 你发愿要去佛的净土 想见观世音菩萨 想见阿弥陀佛 很好 但不是只有发愿就能去 没有那么容易 就像你发愿 我要去法国巴黎 假如你没有累积过很多很多的条件 最后那一天呢 上了班机呢 你还误了点 或者错过了时间 或traffic了件 那你没办法搭班机 所以你会发觉 我们住念的时候 有人见到了阿弥陀佛 有人见到了观世音菩萨 可是啊 却有人呢 也没有 那只好等着 wait to next life 或许是next next life 那你搭往法国班机 假如今天不能 你可能还可以搭下一班 不能的话 可能明天 可是佛教 假如你错过了这个善缘 临终的时候 你障碍现前的话呢 那你只好等到来生 而且是海来生 可能很多事 所以性愿行 三个加起来 是要有力量 按照敬业三福去做 校养父母 奉世师长 慈心不杀 修识善业 最后发不提心 读诵大臣 劝进行者 请问你读大臣经论没有 你不读经的话 你就没有福会啊 福说得很清楚 所以请看 很多人念六字大名字 我正式回答你 为什么会不一样 有很多原因 第一个 你的心量不够广大 请看 这是台湾阿里山的日出 我曾经放过 有九张照片 我把它浓缩 复习一下 你看我们的心 就刚开始像蜡烛一样 很小 各位 我们每一次在点灯 或是自己也点灯 你都会怕风 会怕那个 这个风从那 air condition吹 你为什么要护着它 这就代表护你自己心中的正知正念 你点灯的时候 你都会害怕 你的蜡烛被吹洗 这代表夜风而吹 好的消息是什么 拿个罩子把它照住就好了嘛 那这罩子代表 戒定会的功德 所以为什么你要来听闻佛法 因为听闻佛法 有戒定会的功德 可是你会想 你这个蜡烛 假如放在角落呢 那只能照角落 请问 你可以照到这个 新加坡的这个 Mouth favor吗 只照不到 Because they have a long distance 接下来 你要怎么样 扩大你的心量 看 像台湾南部 鹅兰鼻的灯塔 灯塔是 其实它是 天黑以后就开始放光 因为在晚上的时候 有很多的船只 各位有没有发现 新加坡也是24小时 东南亚海运非常好 因为你们所有东西 都是呢 从海运来的 对不对 所以 很多东西就会很贵 有时候 我在晚上搬机 来新加坡的时候 我往下看啊 在新加坡的海边 全部都是那船啊 从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从中国 泰国 很多很多的船上来 好 那这些船呢 要什么 要灯塔 否则它会撞到暗胶 那请问 你看 在灯塔放光的时候 就像训练你的心一样 灯塔啊 它可以造非常非常多的船只 甚至如果这个 没有power cut的话 24小时 它都可以放光 那请问 你这辈子 你关心过多少人呢 接下来 今天第一个Q&A 你这辈子 你先不要跟我讲 师父 众生是空性的 现在你空不了 先给我算 你想想你这辈子 真正帮助过多少人 从小时候 从国中 当中到现在 同样的第二个问题 Q&A 你这辈子 伤害过多少人 骂过别人 对不对 恐吓过别人 甚至在后面 讲人家的是非跟坏话 甚至呢 还泼人家的冷水 甚至我现在还听说 很多人呢 跟南传北传 脏传的老师学佛法 刚开始很认真亲近他 了解以后 就开始在背后 说上师的坏话 或法师的坏话 那是会堕阿比地狱的 那假如你要说他坏话 为什么你打你自己的一个嘴巴 你为什么当初要选他呢 对不对 所以你要想 你这辈子到底 帮助过多少人 对不对 你就会知道 你的心量有多大 不要先给你们 你给我们台湾好了 很不幸的 这个 台湾的马英九总统 对不对 我们是2300万人 可是因为现在 少子化的关系 老人往生很多 现在人都不太喜欢生小孩 其实2300万没有那么多 只剩下2100万了 对不对 那很多人都会说 我代表2100万人发言 不 你就不代表我 你不代表辛红师 因为你讲的 我并不同意 那你想想看 你当一个台湾的国王 或总统 你最多关心的也是这个 其他国家 你就关心不到 非洲 肯亚 伊拉克 美国 对不对 最近大家知道 也很不幸 美国的government shutdown 对不对 天哪 这是影响全世界很大 对不对 你不要认为没有影响 现在是international globalization 这影响真的很大很大 对不对 我们讲千亿法动全身 明天跟后天 我给你看撞球的图片 我是不会打撞球 师傅找图片 打一个撞球 全部都会影响 所以每一个人都生起善念的话 其实他影响力非常大 但是每一个人如果生起恶念呢 当然他影响力也很大 所以你不要小看你的念头 当一个国王 或是台湾的总统 最多是关心两千三百万人 那请问 你这辈子关心过多少人 你家最多十个二十个 family gathering 五十个吧 假如你是个公司的老板 你照顾的员工 大概两三百位 就算你是银行的CEO 董事长 你的员工一万个 两万个 可是每一个员工 也都有他的不同的问题 请问你能不能像 观世音菩萨一样 千处祈求千处献 古海常坐渡人舟啊 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大愿力你知道吗 师父有时候在台湾 我也是坐MRT Metro或Subway whatever都可以 有时候我在走的时候 我在想 所有的一些众生 我们礼拜六礼拜天 有时候我要敢去 金色百搭杯餐 或开会 为他们上课 或一日禅修 我坐在MRT的时候 我也想 我们的台湾 也有印度人 马来人 在泰国人 有很多外籍劳工 也有本地人 闽南人 台湾人 Aboriginal 这些所有的众生啊 我都要度他成佛 有时候我觉得 大悲观音菩萨 太伟大了 你要知道 不是只是帮一个人一次 要所有的众生 你都度他成佛 所以第一个你的心量要大一点 请写下来 你的心量有多大 你念六字大明咒的功德力就有多大 假如你这嘴巴念 其实你连你自己都得不到利益 为什么 有口无心啊 你根本没有办法 透过观想跟发愿 跟羞耻而转动你的身口意 待会我们会有一段经文 请看讲义 一百七十五页 丁四 一百七十五页 现在翻 第四行 丁四 较量六字陀罗尼功德 一共有十二段 为什么跟你说 你一声 功德胜过三千大千世界 同时下雨的雨滴 答案是第一个 他心量广大 写下来 二 愿力无穷 第三 具有坚固的信愿行 再讲一遍 请你自己写 一 愿力广大 不是 第一个是什么 心量广大 第二个呢 愿力无边 第三 有坚固的信愿行 你才会 得到经文这样的功德 经文没错 但是你不要理解错 并不是说放CD CD就会得到功德 答案CD不会 因为no consciousness 没有神事 那假如放CD 就可以成佛的话 那应该全世界呢 佛教单位 或佛教文物店的CD 都应该长翅膀 飞到西方极乐世界咯 答案没有 所以 第一个各位 心量要大一点 学佛 你看很多古来的高僧大德 他能够护法卫教 能够呢 注持正法 第一个 他一定心量广大无边 各位若去读谱前行愿品 不是读吗 所有 净法界 虚空界 十方三世 一切佛国土的众生 我都要度他成佛 这是连基督教跟天主教都没有的心量啊 但是我们要去努力 刚才讲 我们从蜡烛 慢慢变灯塔 到请看幻灯片这一张 变成太阳遍照全球的都市 你看太阳照全球的都市的时候 不管任何的种族 任何的国家 对不对 他连西方 基督教 天主教的国家 佛光还是佛照啊 所以希望各位呢 心量大一点 请看经文 174页第六行 所以要学圣教之前 自始不退 分五段 第一个就是你 心量要广大无边 你才会为了法 而愿意连你的生命都舍去 就像昨天给各位看 佛陀舍身为虎 佛陀为什么 他既然是太子啊 你有没有想过 佛陀可以回到自己的皇宫 然后呢 在厨房里啊 把鸡啊 跟鱿啊 鱼啊 跟肉啊 拿过来丢喂老虎就可以了 佛陀是有这个福报的 可是佛陀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 佛陀为什么是自己 拿着刀子 割着自己 然后跳下去 把自己的生命完全奉献呢 答案第一个 他有大悲愿力 第二个 他有勇不退道心 第三 他敬重教法 等同自己的父母 请看经文 174页 第六行 丁一 我今天要讲快一点 请专心听 丁一 敬重教法 等同父母 二十 除盖障菩萨 而白佛言 这个是连着前面的经文 请各位翻开172页 看你的讲义 172页 丁四 特说六字因缘难律 这时候除盖障菩萨呢 还告诉他说 问释迦摩尼佛说 这个六字大明咒啊 是很难遇得到的 佛陀还跟他说 那六字 除盖障菩萨 一直带众生站起来 意思他会觉得说 并不难遇啊 有啊 我现在就很容易 听到六字大明咒 佛跟他说 错 我在过去生的 无量节啊 求横河沙的佛国土啊 是不容易得到 六字大明咒的 而且念六字大明咒 可以得到天龙八部 请看172页 有第十八行 复习一下 有九十九亿 琴且和沙诸佛如来啊 跟天龙八部啊 会互念你 一直到丁四 历代的祖先 会得到解脱 而正不退转 翻过来 你念六字大明咒啊 你七代的祖先 都会得到解脱 这是真的 然后乃至你 念六字大明咒呢 你肚子里面的很多虫 这里的虫 就是很多细胞 比如说我们身上有啊 大肠杆菌啊 还有什么 以科学性来 这些细胞的虫啊 将来也会正到不退转 哇 那你很难相信 乃至于丁五 佩戴也是等同渐如来 每天六念这六字大明咒 每一天都圆满六度耕德 最后他有很多不可思议 好 接这个经文才看到 一百七十四 好 请看经文 耳时除盖障菩萨白佛员 世尊 我今为什么得到这六字大明 六字大明陀罗尼呢 若得笔者 这里的笔 就是得到这个教法 或这个咒力 而去修持 会有不可思议的功德 甚至念咒 也会跟无量的禅定相应 请画起来 持咒跟念佛 跟禅定 这三个是可以结为一体的 如果各位去看 中国古代禅师 中国禅中的语录 很多人参禅 现在东南亚 全世界很多人都喜欢学禅修 很好 我自己也教禅修 但有些人呢 他在修禅的时候 一生起怨心要修禅的时候 就生病了 要么就皮肤了 产生 要么就出现了癌症 要么呢就发烧了 有很多的禅病 禅病就是身心的病痛 让他没办法坐得很住 安住 这时候呢 他怎么办呢 我去查过中国古代禅师的传记 跟语录里面 有几个方法 第一个站起来 拜佛 参除业障 第二个都是念 大悲观世音菩萨 还有念呢 第三个 都是念 大悲神咒 跟准提神咒 你去查 中国很多古代的禅中的语录里面 祖师他都修准提神咒 跟大悲神咒 求观世音菩萨 参除我过去无量的恶业 然后我能够参禅而开悟 然后第四个 还有呢 念六字大明咒 最有名的就是谁呢 祭功活佛 我们中国大家知道 最喜欢祭奠禅师 事实上 他是有喝酒的 因为他喜欢酒 他没有吃肉 他并没有吃肉 我去查过他的传记 那各位呢 现在电视都把他神化了 对不对 比如他拿个扇子 看到你呢 就拍你一声 啪 对不对 其实他念什么 你的病就好了 传说 这一世的大 也非常喜欢看 祭功活佛的电影 对 也就是说 他的大悲心 可以为了救度众生 所以你修禅 若遇到了障碍的时候 希望你应该仰仗佛力 我大悲神咒力 我六字大明咒呢 让你颤除障碍 就像你洗掉你 这个镜子上面的灰尘 接下来再看 你若好好的修持 六字大明咒陀罗尼 不但与无量禅定相应 而且还会得到 将来无上阿诺多罗 三秒三菩提 成佛的无上佛果 接下来再看 那好 我先把经文打开 有些人可能会抄 接下来经文 我自己把它分成三段 第一个 对智力而言 我们人可以进入到 解脱之门 什么叫解脱 简单地讲 就像蚕宝宝一样 做俭制服 蚕啊 它呢 这样子呢 到它成熟成熟的时候 自己啊 用嘴巴把它剪开 你若把它提脚剪开的话 它会死掉的 如果各位观察动物呢 你这个蚕宝宝把它剪开 是靠它自己 剪开了以后呢 它就从那个蚕宝宝的禅师里 而得到解脱 所以我们常常讲 解脱 入解脱门 代表你从烦恼当中 得到解脱 见涅槃的这个圣地 贪嗔永涅 请把它画起来 常常念六字大名咒的人 贪心就会慢慢慢慢降低 你为什么贪心无法控制 有很多原因 第一个是你控制不了 第二个你把它当真的 然后称心 脾气也会慢慢慢慢减少 为什么 因为仰仗六字大名咒的功德力 它可以让你贪嗔痴的这个火啊 慢慢慢慢慢慢地熄灭 新加坡因为什么都很舒服 可能你们都没有这些经验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外面露营过 露营过的话呢 假如呢 你有起那个火 对不对 你晚上要睡觉的时候 一定要水啊 把那个火给浇熄 六字大名咒大杯水的功德力 就像这样 你能够把你的贪嗔之火牵袭 待会儿我会给各位看下一段图片 是讲海浪 可是这次你要很用功地去念 因为我们过去的业力啊 像大海的海浪一样 法藏圆满 就是你慢慢对于很多的教法 你会通达 这是自立而言 第二个 利他破坏五去轮回 就像大杯观世音菩萨 这里的五去就是指六道 他把阿修罗排在所有道 人间也有阿修罗 所以他叫五去 破坏出六道轮回的恶业 然后进出地狱 所以观世音菩萨 也可以让地狱而空 然后呢 断除众生的烦恼 救度旁生 这里的 因为像啊 猫啊 动物啊 或宠物啊 都是呢 横着走的 所以这是指利他而言 好 我去先解释经文 后面的典故跟图片 慢慢后面再看 不然这样跳来跳去 各位很累 这是指对自立跟利他 简单地讲 自立你可以心越来越清净 好 你怎么判断自己 我念六支大明咒 有没有功德呢 请写下来 第一 贪嗔痴会越来越少 第二个 心会越来越清净 第三 觉性会越来越强 比如说 你看到人家去赌博 你念六支大明咒 学佛 哎呀 不要赌啊 第一次赌啊 是很好 第二次赌啊 永远呢 是很可怕的 对不对 所以听说很多老菩萨呢 跟阿公啊 安弟跟安可呢 半夜听完经呢 还有赶去呢 什么 赌场去赌一把的 那你钱一定输光的嘛 对不对 所以 换句话说 我再讲一遍 一 贪嗔痴会越来越少 二 心会越来越清净 第三 心遇到外境的时候 你的觉悟啊 觉性会比别人强 我就举 昨天举个例子 我一辈子从来不喝酒 现在你酒就放在师父面前了 我觉得那就是水而已 可是对一个很喜欢喝酒的人 就会偷看 哎呀 那一只啊 对不对 酒肉常理过 佛理心头皱 我说喝一杯的话有多好呢 你会有这样的无法控制 You cannot control yourself 所以写下来 控制力是很重要的 这是自立而言 第二立他 就是你的悲心会非常的强 对一切众生 你会生起悲悯之心 而且你会觉得众生呢 多呢 因为不了解因果报应 所以他都造恶业 接下来看 圆满法位 一切智顿号智 眼说无尽 这是指自立跟利他二立圆满 圆满法位就是 在你无量节的时候 你学很多佛法 都会满你的愿望 一切智顿号 这里字不是打错 我说一下 一切智是根本智 后面的智叫做道种智 在《华言经》有两种智慧 第一个根本智 root wisdom 第二个就是道种智 就是 the wisdom which you can understand any kind of phenomena 一个是根本智 一个叫道种智 这在《善才通知五十三餐》里面有讲 所以这是没有打错的 一切智顿号与 道种智 也就是说佛的两种智慧 它都会圆满 而且你可以为众生演说 无量无边的妙法而没有障碍 接下来看 世尊我需要这六字大明咒 无上陀罗尼的教法 我为此故 我就说为了这个教法 我用四大步骤的满中七宝布施 然后出钱而为他书写 因为古代不像现在有电脑 印刷术或是copy machine 古代的经典都是要抄的 也就是说我愿意流通这个法宝或经文的意思 世尊 若当众生缺乏指跟笔的时候 我 这个除盖障菩萨 我愿意赐我身上的血 以作为墨汁 剥我的皮 作为指 然后抽出自己的骨作为笔杆 我都愿意如是世尊 我从来不会后悔或吝啬过 尊重如 好像我的亲生父母一般 好 在这里我必须说一下 世尊若乏直笔 我赐血 生血 以为墨 剥皮为指 膝骨为鼻 请在旁边做一个记号 因为你不是出地的菩萨 所以你现在先不要这样做 这里面叫做 这个 symbolism of the Buddhism 佛教的象征主义 佛陀是证悟无我的人 他的确可以舍身卫虎 但是呢 我并不是讲舍身卫虎以后 佛教徒要很清楚 讲佛法的人要讲清楚 听的人也不要听错 不是说舍身卫虎 好 那明天就不用奖金 全部到新加坡动物园 排一排 舍身卫虎 可能新加坡呢 police就出动 那所有的静明的联友 就要送到呢 这个精神病院去 学习佛法 不是叫做 一文解义啊 三世佛渊 它有文字的本身意思 它必须要正入 初地 欢喜地以上的菩萨 才会有这样的功德 第二个 它有象征的意思 第三 它有隐身意 隐身意是什么呢 就是以现代来讲 你可以出钱 或出你的福报 流通法宝 像现在 以电脑跟网站 DVD就可以流通全世界 这叫做流通法宝 满三千大千世界 而我们要学的是什么 学习佛能够完全舍掉自己身心的这个 这个大无畏精神 所以请看下面 尊重法等于尊重父母 请看幻证片 我有补充的 有世间的父母 跟初世间的父母 世间的父母 里面呢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比如说 世间爸爸妈妈养你是很辛苦的 可是我当这样讲了 我也听过佛友跟我说 师父啊 孩子都是业障来的 不一定 谁说的 我妈妈若没有生我 你们会有新红尸嘛 没有新红尸的话 你就没有为你讲六字大名咒啊 我是来报恩的 所以孩子不一定就是 你想象的那么极端 要么就是业障 要么就是来讨债鬼 不一定 你跟孩子之间 善缘跟恶缘 叫have have 都有 但现在的重点写下来 学大悲观音法门是 问题是你这一生 怎么去改变它 所以我们对于世间的父母 不管你有缘没缘 虽然整个社会结构变化了 我长话短说 现在的很多父母也很可怜 为什么 因为孩子也不太理你了 他理的是朋友 老实讲 真正的这一生影响你最大的 是你的朋友 老师呢 必须你跟他有缘 所以变成说 我们跟世间上的父母 可能在生理上有血缘关系 在心理上偶尔你会想念他 但是他只能让你能够生存 活下去找到工作 可是初世间的父母 这是指你小学 国中 高中 大学 乃至于学佛法 大称 金刚称的老师 初世间的父母 他在心理上可以鼓励你 在佛法精神生命上 可以引导你 开悟 决心 对不对 所以 世间跟初世间的父母 都很重要 所以 敬重于法 对于父母啊 世出世间的父母呢 我们都应该感恩 好 那他的衍生意呢 敬重于法 有形象的是指对 经本跟法本 跟佛像 你要恭敬 衍生的另外一个 无形象的是 对于上师或是善知识的开示 跟教导 跟教法 你要去实践 我再讲一遍 这一段话 如是世尊 我无令 毁令 尊重如我父母 有形象来说 你对于所有的经本 法宝 佛像 你要很恭敬 无形的呢 是对于上师或善知识的开示 教法 你要深恭敬心 在这里我举个例子 你不要介意 我说过 新加坡人里有一半的不错 但是有一半还是要加油 像我流通法宝 我一定就会有DVD 跟讲义 可是我看到有很多人 既然不要我的讲义 这不是法吗 这是释迦摩尼佛讲的法 我熬夜 长了这么多青春痘 然后不眠不休 用尽了我的生命 为你做科判 这不是法吗 所以有些联友 流通我的法宝 只要做DVD 虽然我全程录影 可是你却不要金本 老实说你要忏悔 你对法宝并不恭敬 了解吗 任何一个法 你都应该恭敬 是不是 你只想做地藏经 你只想做大悲咒 你只想印钥匙经 做你个人的功德 其实You are very selfish 你只想做你想要的功德 可是释迦摩尼佛 在这个横河杀树流通 无量的 有形的 跟无形的教法 你都应该恭敬 这个才叫恭敬三宝 了解吗 接下来再看下面 在大乘里面 有没有这样子 常恭敬如法的 尊重法如父母一般的 有 各位读法华经 释迦摩尼佛的情深 常不清菩萨 这一尊是在台湾 高雄 香光寺的 紫竹林金社而雕的 各位有空可以上网查 高雄紫竹林金社 一进大殿 他第一个雕的 就是谁 侧门 正门是弥勒菩萨 侧门是长不清菩萨 你看他是比丘 老比丘 他在法华经会上 人家打他骂他 他对法华经 跟对一切的众生 都有恭敬心啊 不是说只有金刚寺很殊胜 大乘也是很殊胜 所以我常说 你学大乘的基础够了 你才有资格学金刚寺 就像硕士班 你没有毕业 你怎么有资格学博士呢 金刚寺不是只有 各位想一想 我灌个顶 节节圆 供养上师吃一个顿饭 当然啦 母习也好 没有也不好 可是你根本不知道 金刚寺殊胜在哪里 其实灌了井了以后 人家问你 今天灌什么井 其实我也不知道 灌得满头包就是啦 再看 那在藏传白教里面 最伟大的是 马尔巴大义师 左边是弥勒日巴 右下角是 刚波巴大师 白教三祖师 注意听 马尔巴大义师 他是到印度去求法 他是在家大菩萨 Translator Best translator 从印度把梵文翻成到西藏 在西元七八世纪的时候 把教法传过去 接下来 米勒日巴 我昨天讲过他故事 就是去拜马尔巴大医师 被他磨到 在山上搬八次 拆了房子又搬 搬了房子又拆 建议各位去看他的故事 The Story of the Millareva 有英文本 各位请去读 听好我还没有真正摸我的学生 到猫Favor 去给我拜八次的房子 有时候我发觉 现在学生也没什么耐性 心很急 师父让他等下几分钟 就非常不高兴 对不对 现在整个社会价值不一样 现在要问 接下来 米勒日巴 把教法传给 钢波巴大师 变四大八小 四大八小的第一个 第一是 鸿马巴 对松切巴 就是钢波巴大师的弟子 注意听 在家居士 也可以作为出家众的上师 在大乘里面 注意听 要恭敬三宝 我们会说 你不要跟在家居士写 要学三宝 对 你们的三宝是什么 吃饱 睡饱跟玩饱 你们根本不是 佛法伸三宝 伸 广义的定义是要 依佛的戒律 剃度的比丘比丘尼 那现在 在家居士也有红法的 我后面会介绍 王念祖老居士 夏连觉老居士 李炳南老居士 乃至于南怀景老居士 这四个都是大菩萨来的 应以居士生得度者 即现居士生而为说法 没有错 在大乘里面 你要恭敬三宝 你要跟正直正见的 出家众学佛法 不要去找些奇奇怪怪的 好 可是注意听 这是大乘解释 可是在金刚乘解释 请写下来 谁开悟了 不论在家出家 都可以做你的上师 金刚乘的标准是这样 所以你看 刚波巴大师 去拜密勒日巴 做老师 而开悟了 他是一位比丘啊 对不对 他告诉我 第一次见到密勒日巴的时候 你知道 我现在就讲 有很多精彩的故事 现在就讲第四卷 很多金刚阵 有一天 刚波巴大师 去见密勒日巴 密勒日巴知道 我一个弟子要来的 非常高兴 然后呢 来的时候呢 他就在门口 准备了一杯酒 给他 那刚波巴大师 听到了密勒日巴 非常非常高兴 因为这是这个证物的上师 他也亲近过很多 那刚波巴大师 在白教之前 他也读了很多很多经论 他是比丘 可是他第一次来 见密勒日巴 他跪着的时候 他说 伟大的上师啊 我虽然一个比丘 我也可以教学 第一很多人 但是我通达了很多经论 惭愧地说 我内心里 还是很多贪嗔痴啊 他就很真诚 他说呢 听说你是一个 证物的上师 你可以来教我 怎么样 我可以把我贪嗔痴 给超越 而能够存佛利益 无量无边的众生嘛 这时候呢 密勒日巴很高兴 然后就指着旁边 桌上有杯酒 西藏人啊 招待客人都会喝酒 不管是米酒 或是酒 那样酒 然后就给他拿给他 然后就拿给 刚波巴大师说 先喝下去再说吧 这时候他拿了 他愣了一下 我比丘是不可以喝酒的 第二个念头呢 密勒日巴跟他说 不要怀疑 全部喝下去 不要想那么多 喝了再说 喝了我就会教你佛法 后来呢 这个刚波巴大师 对密勒日巴 是有坚强的信心 他就喝下去了 那请问他有没有破戒 没有 为什么 他完全地接受上师的叫法 后来密勒日巴非常非常高兴 高兴的时候呢 那就呢 拿着那个鼓挖跟青 敲 咚一声 太好了 你完全百分之百地相信我 将来你会成为我的新子呀 这个故事是很有意义的 我再讲一遍 现在来讲 也就是说 从大圣的角度 你会说 刚波巴大师破戒了 不 从金刚圣的角度来讲 他完全百分之百相信自己的老师 现在写下来 第一个 先写下来 你百分之百相信你的老师吗 来 我先来调查一下 先不要说老师 在座有很多怜友 老公跟老婆的 还有佛友 我先问你 在座是女众的 请问你百分之百相信你老公的请举手 没几个呀 相信你老公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请举手 那还有百分之十你不相信 你相信你老公是百分之五十到七十的请举手 好 我有一半不太相信我老公的请举手 所以可见信任很难 写下来 相信很重要 在西方的电影里面常常会讲一件 How can I trust you 你怎么会相信别人 它分两类 我现在就讲 第一个叫public trust 公众的相信 第二个叫private或personal trust 私人的相信 我私底下相信 比方说各位看台湾有慈激功德会 全世界慈激功德会的委员 为什么跟人家募款你会相信他 答案是正言法师教得很好 这个师父很正派 很正直 表里如一 因果丝毫不爽 慈激功德会的人可以给全世人道歉说 我们呢任何的账目你都可以来查 假如我们不小心做错的话 不小心我们立刻跟你改跟你道歉 你敢这样讲吗 全世界有很多文物百官都不敢讲这句话 而且慈激一定标榜 所得到的钱 全世界没有会贪污的 而且他得到了钱 去帮助哪一个国家 不会透过你的政府 一定亲自送到人民的 这就是他很正派的地方 答案他有两个伟大的地方 请你自己写 我没有时间打换章片 第一他有两个标语 成正信实 这是中国儒家的成正信实 第二个佛家的慈悲喜舍 这就是他的两个最高的理念 也就是说他是用中国儒家跟佛家 来弘扬佛法全世界 所以你为什么看到慈激委员 你会觉得他很真诚 你可以相信他 当然他可能也有不完美 可是在因果上他很相信他 所以为什么呢 全世界很多像很不幸的说 前一阵子日本海啸大地震 日本的首相 还有日本的文武百官 正式公开感谢全世界 但是呢感谢最多的是 感谢台湾人 因为台湾是全世界追款 尤其有一半以上来自于慈激功德会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 答案是你相信三宝 佛法身 第二个你相信你的老师 对不对 你若不相信的话 那你怎么会愿意跟他学佛法呢 注意听这个相信会有考验 尤其金刚寸里面会考验你 后面 好 来先翻开经文给你看 观世音菩萨也会考验你 来 请看 现在就翻 后面会讲翻一百八十页 请看一百八十页 第十八行 第二 释迦摩尼佛告诉除盖障菩萨 你现在到一个城里 波罗奈大城 那里有个法师 他就是教六字大名咒的 请看一百八十页 第十八行 丁二 求法之前谨慎叮铃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 比法师者难得直御 能够受持此六字大名咒 你见到这个法师 叫等同见佛无义 画起来 所以西藏为什么 视上师如佛 不是说把上师摆在佛之前 是上师的供应